人走被孕时,默念这三句话,好运不请自来,人越是走被孕时,越应该默念这三句话。 第一句,当遭遇被孕时,不要怨天尤人,要有反思精神,爷爷说,你们年轻人做事情没点定力,总想住成功,成功哪有那么容易。 如果这么容易的话,谁都是成功人士了,不要急于求成,水到渠成的成功,才是真正的成功。 所谓的被孕,就是对你意志的磨练,只有敢于接受这样的磨练的人,才能通过被孕的考验,通往成功。 爷爷对小杰说,你今天说了那磨多,我听了都是你的抱怨,那你有莫有想过,被孕为什么一直跟住你? 你有莫有反思过? 你就没有过失误。 比如交友不慎, 识人不明。 你工地上出事,你就没有想过为什么? 如果你能够把安全放在第一位,还会出那样的事故吗? 菜根坛,终有名言, 则忍者, 缘无过于有过之中, 则情平, 则己者, 求有过于无过之内, 则得尽。 意思是, 对待别人要宽厚, 当别人犯过错时, 要像他莫犯过错一样原谅他, 这样, 才能使他心平气, 和得改正过错。 要求自己要严格, 硬在自己无过错时, 设法找出自己的过错, 如此, 才能使自己得业进步。 所以说, 当遭遇被孕时, 不要怨天尤人, 把原因都放在别人身上, 要有反思精神, 多想想自己的失误到底在哪里, 然后改正自己, 提高自己, 就算不能一时转孕, 但是修养了德行, 好孕自然慢慢地就会不情自来了。 六子新世界, 第二句, 越是走被孕, 越应该坚持, 不能轻易放弃。 爷爷说, 人遭受被孕, 就如同是逆水行舟, 如果你挺不过去, 那摩被孕就会一直跟住你, 更会被被孕所打到。 所以, 人越是走被孕, 越应该坚持, 不能轻易放弃。 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, 才能体验到波云现日的那种感觉。 爷爷对表弟说, 你说现在快要撑不下去了, 其实这个时候, 你更应该坚持住, 不但要坚持, 更要把事情做好, 现在不是都已经复工了吗? 那就好好地把工程做下去, 越是这个时候, 越不能轻易放弃。 荀子在劝学中说, 故不积魁步, 无以知千里, 不积小流, 无以成江海。 奇迹一跃, 不能拾步, 弩马拾驾, 功在不舍。 所以不一小步一小步地积累, 无法到达一千里远的地方, 不积累小的溪流, 就没办法构成大海。 千里马跳跃一下, 也不能走时不远, 但是猎马可以连续走十天的路程, 它的成功在于永不停止。 被孕有的时候也是欺软怕硬的, 如果你破罐子破摔了, 那摩被孕只会越来越多, 而如果你坚持住了, 积累起足够的经验, 资本, 人脉。 那摩被孕迟早都会离你远去, 好运也会不请自来。 六子新世界, 第三句, 要记住老祖宗留下的话, 或惜福所以, 福惜或所福。 爷爷说, 你们都是大学生, 更应该明一个道理, 要辩证地看一些问题。 备孕和好运有的时候是形影不离, 相互转化的。 要记住老祖宗留下的话, 或惜福所以, 福惜或所福。 就像小杰去年工地上出的安全事故, 这件事本身是一个祸, 但是只要从中吸取教训, 引起你的重视, 避免更大的事故, 这就变成了一个福。 可是如果你不重视起来, 只是一味地爱生叹气, 那摩只会一蹶不振, 最终越来越悲。 所以, 关键是你要以神模样的心态来看, 你现在所面临的备孕。 纪伯伦说, 一个凶难的失败, 比一个骄傲的成功还要高贵。 的确, 任何一个被孕都是一次失败, 如果你有支持的心, 有反思的心, 有重振旗鼓的心, 你都可以让这次失败中, 孕育出成功的种子。 明了这个道理, 你就会明, 你现在所遭遇的一切, 都是可以转化的, 也会成为你的财富。 只要你用积极的心态, 正确的方法对待它, 你就能够迎来真正的好运。 绿物子新世界, 小编说, 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, 多是会送上一帆风顺的祝福。 可仔细想想, 人的一生, 哪能够一帆风顺呢? 那样的祝福, 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。 人生的道路, 想要越走越宽, 那是要经历众多的坑坑洼洼, 曲曲折折的。 不经历风雨, 怎能陷彩虹, 就是这个道理。 在这个过程中, 我们在顺境时, 一定不要得意忘形, 在逆境时, 也不要妄自菲薄。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, 每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, 都会面临住各种各样的麻烦, 也就是常说的备孕, 事业上的挫败, 感情上的失忆, 人际交往中的不如意, 等等。 面临这些被孕, 如果我们总是表现得惊慌失措, 总想着急于将它甩掉, 心中默有默念那三句话, 那摩这些被孕往往就会如影向随, 让你怎么甩都甩不掉, 深陷其中。 所以, 当我们遭遇被孕的时候, 不要自乱阵脚, 请在心中默念这三句话, 好孕就会不请自来。 从命理的角度上看, 阴忧闷, 纠结, 悲痛而叹的气, 很可能使自己的元气呼出去, 因此导致真气外泄。 元气都伤了的人, 还能有好的事业财运, 情感婚姻, 健康的体魄吗? 所以, 朋友们要多感恩生活的美好, 千万不要乱叹气, 否则容易导致一叹穷三年。 另外, 从现实角度说, 叹, 存在恶性循环, 因为不顺, 所以叹气, 又因为叹气, 选择放弃, 所以没有激情, 没有斗志, 没有奋斗, 没有成就, 得不到重视, 更缺少机会, 导致更不顺。 所以, 一探穷三年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 富贵的人, 要有富贵的心, 就有富贵的嘴。 人造嘴叶最未快, 逞一时之快, 但后患无穷。 但嘴巴很富贵者, 往往子孙发达, 门庭昌盛。 我老家有个老人, 嘴巴很有口德, 三个孙子都生了儿子。 这也是祖上应得。 人不要喊穷。 喊穷的人是很贫贱下。 人喊穷, 就是不知足, 或者要不识时, 就舍不得拿出钱财来而喊穷。 这摩一喊, 上天就把穷的磁场给他了, 结果就越来越穷。 那人要富贵, 首先要知足, 知足是一种成就项。 对什么事情都要知足, 慢慢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富贵, 否则都会越来越穷。 人不仅对物质生活, 钱财要很知足。 同时对周围的人, 事情都要知足。 一个家庭中, 互相抱怨, 互相看不起, 慢慢的这个家庭就衰败了。 夫妻